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年轻时相比 肌力减弱对膝关节行走时的负担就会加重 膝关节的软骨一旦受到磨损修复是非常困难的 软骨变薄就会导致的关节间隙变窄 最终导致的骨对骨 当膝关节开始疼痛的时候呢 说明你的软骨已经受了损伤了 这时就需要你保护软骨 可以口服药物或者注射一些透明质栓 来保护软骨 加强肌肉训练 而不要再继续多走路 多走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